各位評審老師,親愛的同學們,大家好! 我叫王思祥,現在是政大管理學院小武漢語系一年級的學生。 我今天很高興也很容易站在這裡為大家演講。 我演這個題目是《不忘本》。 我先說說我對於忘本的了解吧,感恩是好的標誌。 這就是我中學的公正原則,意思是感恩很重要。 對著來說,我最要感恩的就是我的家人。 從我學的時候開始,因為我爸媽工作很忙, 所以我外公幫忙照顧我,外婆照顧我的生胞胎妹妹。 因為我外公喜歡看華語電影,而我就喜歡在他的身邊跟著看。 我因為這樣,也愛上了華語。 我真的很感謝外公對我的照顧,也感謝他在我心中中學學習華語的宗旨。 讓我今天站在這個舞台上,學會用華語來表達。 我對家人們的感謝。 我小學的時候沒有機會學華語,但我告訴我自己,有機會我一定會努力學習。 雖然我家庭不太富有,但我爸媽學的知識我全華語。 感謝有父母的知識,感謝有外公的啟發,讓我對華語那麼感興趣。 我記得,我外公常常說,你長大了,一定要孝順父母,不要等父母百年後才後悔。 父母在世,就得孝順他們。 外公的教會讓我知道,愛要結實,感恩要結實。 我還記得,我學的時候,跟著媽媽去這個辦公室辦公。 看著媽媽,總是有做不完的工作,接不完的電話,讓我覺得她是在太累了。 我知道爸爸也要辛苦著,我心疼爸爸媽媽媽的辛勞。 雖然,我還只是一個大學生,沒辦法幫父母分到家裡的責任。 雖然,所以,我對自己學下神論。 我要專心學習,以最好的成績畢業。 要做聽話的孩子,讓父母以及外公傷心。 我一定會盡我所能相信他們。 因為,他們就是點亮我生命的人。 讓我的生活,每天都充滿陽光。 所以,我很榮幸,成為你們的女兒分女。 太宇,有一句從語說。 老師,先學一樣。 人間深深學者們,風到滿滿就是個地愛。 也有些人認為,老師是陽光。 我們這三十小時,需要陽光曬是健康的 Benefit. 所以,對我而言,我要感謝得除了大學生,也還有一下學生。 還有,我的老師們。 食人中午飯,老師 容易覺得教導我們。 我們來得理好。 好了,我不會開心。 。 吴光恩 这就是我对博本的理解 我的眼睛到这里讲述 谢谢大家